當選就職一年之內 如果沒有推動內閣制我就止 內閣制對台灣的政治是比較穩定的 也不會發生為了選擇總統 發生兩顆子彈這樣的事情 我這是要跟同學們加強他們的信心 也加強他們對我們承諾的信心 我們一定會推動的啦 昨天說上一年內沒有推18歲公民權 跟內閣制就要請辭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跟侯市長討論過 因為通常做承諾的都是總統 我們是要推動 因為我跟侯市長討論過 內閣制是大家都同意要推動的 包括柯文哲也同意嘛 我們比柯文哲還早就在推動 很好啊 大家有志一同 英雄所見略同嘛 內閣制對台灣的政治是比較穩定的 也不會發生為了選擇總統 發生兩顆子彈這樣的事情 那大部分世界的民主先進國家 像英國啦 像德國啦 像日本啦 什麼也都是實施內閣制嘛 所以我才講說如果一年之內呢 當選就職一年之內如果沒有推動那個字 我就辭齁 我這是要跟同學們加強他們的信心 也加強他們對我們承諾的信心 我們一定會推動的啦 一定會推動 因為這是侯友宜的政見嘛 所以一定會推動 18歲公民權那個是他們問我贊不成我贊成 這點倒不是共同政見齁 這點沒有討論過 那大家問說幾年以前好像我曾經講過 我講過我最希望的 我認為是18歲公民權跟不再起投票 都是民主先進國家的常態嘛 那一點有說就是那時候是說 反正18到20是支持民進黨的 那那些人會投訴 講是這樣講的 但是我也不認為18到20不能夠爭取嘛 要爭取還是要爭取 該做的事就做啦 所以這也是 你真的該做了 那你就不要去問說 那個利弊得勢 到底對你自己好不好啦 我的態度是這樣 所以他們來找我 希望支持 我說好一口答應就支持嘛 就算了 你滿意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